外媒BBC近日公开了Bernie Song事件纪录片 包括许多未曝光的内容 再次让事件引起大众关注 其中男性郑俊英因涉嫌集体性侵 非法拍摄、传播影片等被判处五年徒刑 且已经在今年3月刑满出狱 没向今日传出他正在计划复出的消息 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当初报导事件的关键人物 记者江金允 今日出演电台节目时透露 有听说郑俊英考虑移民到国外 所有还没报导指出郑俊英出狱后 仍放不下对音乐的留恋 但负面新闻缠身导致他无法回归荧光幕前 因此计划转向幕后发展 以致做人的身份回归演艺圈 已经亲自联络了音乐界相关人士 希望一起进行音乐活动 消息不光后遭到网友骂爆 他也太嚣张了吧 那种程度的信犯罪者真的能回归吗 应该是受到提议的音乐人 都感到很傻眼才爆料的吧 拜托逃到国外安静的生活 别再出现在大众面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